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注意一下 如果说我要判断的 现在这个square是分为大于190、80、60、70 如果我把这个判断的表达式 这些表达式顺序调一下 行不行 不行 不行 我拿这整个 我把它复了一番 往后边 注意 这个呢 多分之 分之 多分之十 这个呢 表达式的顺序 顺序 多余的 不要了 那如果说我把这个顺序换一下 我先判断这个表60的 再判断70的 再判断80的 再到90的 再到100的 我写少一点啊 我先不写那么多了 然后 然后到这 如果大于 大于又10 就是及格了 即格 那如果是大于 大于等于90 那就是优秀夹德 那就是优秀夹德 二要四的话呢 我说你在做 这我简化了一下啊 就留着这么三个分子 那如果这么测的话 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从上到下 那我就是 即使我是100分 是不是也是大于60了 对吧 那统一都是几个 那这样写的话 其实后面这个优秀夹德 你始终进不去 他始终进不去 你如果要让他能够进去的话 那死过了就必须是 肯定是要大于等于90的 那既然他大于等于90 前面这个大于60 他肯定满足了 第一个满足了 就进第一个 就不会走后边 所以这种写法呢 就是在语法上没问题 但是在这个逻辑上走不通 如果继续往后执行的话 我输个100 也是及格 所以这个语法上是没问题的 但是整个逻辑上呢 就走不通 所以这是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这个顺序写错了 这个表达式 它的顺序 如果出错 出错 顺序 调换 然后呢 语法没问题 但是呢 这个逻辑呢 就有问题 逻辑可能有问题 要注意一下 那所以我们以呢 前面这一个例子为主 可以这个例子为主 可以呢 有一个输入框 还可以互动一下 我们下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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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下回来